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北武安人也是2002年全国象棋等级赛拿的冠军 所以晋升的象棋大师 那这盘棋陈冲也是下了中炮 对 河北队是有着非常好的队伍的氛围 以前也曾出现过这个特技大师李来群 胡明 刘滇中太多这种名手了 颜文卿 不送美举和特技大师尤永卿 都是在河北 那么现在呢 在今年的这个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当中 河北队呢 又四个年轻的小将组成了一支队伍去冲 好像是他们很注重视这个年轻的员的 对 后北队 那么他们又进入了前六名 其中也有两位大师晋升了这个 两位棋手晋升了象棋大师 对 紧接着红方 这盘棋是 对 中炮的反攻马 对 下的是炮八平六 居一进一 这个横车 横车 这个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 横居一的反攻马 直居也是有下的 一样的 那八进七 居一平四 居九进八 八进七 居一平四以后 直接占内居以后 就是防止对方这个串打 然后呢 可能有机会从中入进攻 然后 就是红方的战术 非常的鲜明 就是战术特点非常鲜明 那么在整个布局 就是采用的这种急功型的这个阵势来供反攻马 其实可能除了这个之外 云报还有什么过河区啊 什么 对 过河区 金三兵啊 对金三兵 五七炮五六炮 都是有的 实际这个进中兵呢 最近也是比较少见 进这个七兵还是多一些 对 现在直接进中兵呢 体现出这个陈大师的一种进取精神 对 因为直接进中兵啊 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这个反攻马 他在没有补向的这个前提下 进中兵随时他可以还价中炮 那我们认为 通常在理论上认为 能够还价中炮的这个布局 后手方都是相对来说可以抗衡 可以抗衡 对 他感觉上好像是 走了一步重复的招法 对 虽然说部署上浪费了一招 但是你毕竟中兵虚服 有针对性 中兵呢 是将帅的门户 那么你这个兵扶起来了 感觉上这个门户就有一点 这个飘 所以说这针对性更强 那现在冰五金一之后 黑方也确实是还价中炮 对 这个霍献勇啊 本身也是山西的一员好手 对 鹿林英雄嘛 他本身也是山东 那个山西七王 也是在那个2004年 山西 2009年 首届支援会的是 这个团体队的成员之一 也是代表山西出征的一个好手 这个既然冲中兵了 人家也还中炮了 那你中路一定要加后加固 马七进五盘头马 盘头马进中兵在什么这个 什么平方马的队局当中 大家也能看到 就极进中兵 嗯 炮二进四 这个也是一个 有效的一个手段 以后打掉之后 再走巨八进六 把你的这个盘和马的架构打破 好像曾经我也走过类似局面 反正黑方走这局面 我感觉还是 我那时候见到红方 对 但红方走这个的话 打过来挺舒服 对 打过来之后一出局都是先手 对 你要是不走呢 以后他就给你换掉 一个巨八进六 也是不错 也是不错 他这个时候呢 陈冲下了一个新变化 走了一个巨四进四 那么以前可能更多的就是 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图 就还是继续冲 以后有马五进六 马五进四这种角 对 就是把马腾开 那么此外可能就还有巨四进五 压进来 这个比较多 吃冰 比较 对 吃冰以后更重要的作用 还有马五进三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思路 但是这盘棋呢 陈冲下了一新变化 就巨四进四 这种很少见的 对 打掉 打掉 那不用置疑 肯定要先吃掉 没错 这不先手要走 对 这个先手走了以后呢 你要是平 感觉那个巨的速度稍微慢 平这里头啊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巨二进六这条棋啊 你没有特别有效的防范措施 你怎么办 这条等于就被人家 就门户洞开了以后 这个棋 对 你看这个棋 同样是捉炮 它实战选择的是巨九进二 这个就灵活很多 灵活很多在哪呢 就是你一旦再走这个的时候 当然它可以考虑冲 冲 是吧 可以从中间就出去了 对 这个炮不在这 你就不存在这一杀杀对的 这么一个 而且以后可以考虑炮五推一 这种横向闪击 闪击了之后 大家会发现 这个巨等于多走了一步 就巨九进二 它不是在这个位置上 你等于这是很奇怪的 对吧 很奇怪的 那一样就走车就进一了 对对没错 所以这个巨九进二 还是挺健功力的一招期 是 巨八进这 这步棋 这步先手要抢 因为你没有走巨四进五 所以说这步棋呢 可能就比较寂静 巨四进五 人家要在这儿 刚好人家吃了 对 这就没意义了 对 所以现在还挺厉害的 这个一吃 这马怎么办 这一步棋 好像是很有针对性 对 看红方的硬件方法 对 这个兵 无论何是保不上 这个巨总不能再回来 对 那太过分了 你巨回来 人家这个足一挺 这马什么都火了 全盘活通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巨八进六之后 也无奈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样能不能冲冰呢 它其实实际上 可以考虑冲冰 但是它虽然没这么下 冲冰呢 几个选择吧 一个是冲 一个是不理 对 冲好像不太好 如果是拱掉 拱掉的话 是不是这个马就入进来 对 肯定会入的 就以后这足拿巨尺 对 你这个马如果进来的话 它也可以考虑打掉 然后再进去 或者说直接跌住 考虑先别你 对 或者说先吃掉 这个都一样 再别你 对 这个马有点难受 对 有点小被动 那这马去哪呢 去其他的地方 甚至它也可以考虑 直接吃掉 你一逃 我就直接把中族杀了 那红方为什么不考虑进兵呢 可能红方考虑的 还稍微多了一点点 对 对 我们看看实战 实战没有进兵 他说进兵呢 还有一种下法 这个时候可以 他不能冲 刚才我们说 两个选择 一个是冲 一个是不理 他有种办法 他就让开你 就是你冰冲不下去 冲不下去 你平又平不开 实际上我考虑 还有一步更厉害的做法 比如说 黑方直接吃冰的 那可能也会有这个 起吧 你要进的话 这时候我黑方 直接撞吧 气掉了 对 是什么意思 这个你是不敢吃的 你吃呢 打一个 所以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吃掉 吃掉 这个我打一浆 这个是恐怕不敢撑 以后这边 刷过来 首先顺势 一刷 一刷 那这个泡要平 都能顶 你顶到这 这一冲 别沙浆有点厉害 对 那么一顶以后 这个是不是先回去 捉死这个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不用捉死了吧 你是不是沙浆 避泪就可以了 沙浆 对 你沙浆 一受泪就 这好像也就 出问题了 是吧 对 那这个起 好像是有点小问题 对 有没有气质的可能 如果说 就是你一冲 一冲的话 刚才说直接吃 直接吃冰 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强的一个选择 比较强势的一个选择 这个马的问题 可能就这往这 只能跳 关键这一手气 可能不容易被 不容易被看得到 但你要是高车 撞马车 直接吃你这个泡 这个心也没关系 虽然这个 两个马稍微弱一点点 不太好说 不太好说 但这个冰是死的 感觉 这个泡还在这 是不是 这个泡在这 应该洪荒不是很好 对 那你如果走这个 我就直接换掉了 向掉 用这个向 我之后就平开 平开这样冲一下 压进来 我给你了 那没关系 那个我不怕 那个你吃了我不怕 那个马就回去了 那肯定还是洪荒好 这个马太多了 那肯定是洪荒好 对 怕我伸一伸 肯定是洪荒好 那要是这样 考虑这样 对 考虑可不可以 这样来一下呢 可以 但是比如说 它平常有一打 都有 对 这种手段 还是有一些纠结的 对 所以刚才说 您爸说到这个棋的时候 可能这个棋比较好 还是可以考虑走这个 走这个比较含蓄 下着再吃 对 我下着再吃 然后看你怎么弄 然后包括我以后可以冲掉你 嗯 冲掉你看你怎么办 这个马的位置还非常好 对对对 比较尴尬 所以这个棋也是 它为什么没有冰骨精一冲 嗯 实战当中 它走了一个这个 跑我推一 跑我推一了 这就是精彩度来了 去八平七 啊 这个吃掉 啊 吃马 这个棋要是飞向走什么 其实局部就很难打开了 因为你再冲冲不进去了 这前几步好像又是脱节了 对对 这些棋 从之前 你如果飞 它可能冲得进个外马 人家这个棋很舒服了 就下了一个这个比较厉害 就是也不能说 嗯 也不能说比较厉害吧 就看起来对这个棋路线 有牵制 有牵制 对对对 嗯 看起来是挺凶的 因为你吃马 它打 可能这个马也危险 哈 但是 毕竟这个棋 你中兵还是虚着的 虚着的 就大家说起来 你中兵还是服在这儿的 关键 黑方还是有妙手存在 嗯 对对 这个妙手 走完以后 感觉这个炮平的 好像是有点小问题 比如说以后 其实这棋方 回马行不行刚才 回马 要是先不平的话 回马呢 可能这个棋啊 这个炮还在这儿 回马的话 这个棋可能还有一定的 没有没有 这棋你再回也是 可以放好 那棋肯定是可以放好 可以放好 你要吃冰这边 吃了也行 瓶炮 吃了瓶我就回去呗 那回这儿 对 回这儿不是桌子吗 桌子是不是有瓶炮 对呀 你的烫的泡有根啊 有根我吃起来了吗 对吧 我可以吃起来了 你是先把这个菊回去啊 这棋感觉上不太对 不太对 不如平 你回这个感觉不太像 就是这个棋 说白了 你要回去的话 这个菊反正是不能杀这个 吃你一下 吃这个也挺好 吃吧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所以这棋不能往回走 这棋有点怪 就拿这个掉了一下 就是这个马的位置有点怪 对 我们看看黑方的 吃掉了 他直接选择吃掉 因为打出来可能还挺厉害 可能挺凶 现在不敢打 你先打人家一飞像嘛 吃 那他也打掉 那打掉嘛 毛病出在这儿了 就是泡了 你泡吹衣之后的这个毛病 出到了 泪道上 你看黑方棋子这一步 很大的棋子了 有胆量 对 这杀士太厉害了 要是先不打马行不行呢 你不打马丢一个呀 丢一个那个跑不了吧 那回马就跑了 先把鞠站上来呢 你那回马不就跑了吗 还是跑掉 那当然了 在桌子可以平泡 杀掉 对呀 杀掉可以再吃你啊 再吃再平回来 那底下有问题 那底下都吃了 人家还有个瓶区闪你呢 对吧 是是是 这个棋不能乱来 这个棋还真是有问题 对 真的很好 你打掉之后 这个 不 打掉了 这个棋有点难受了 这个这个真是挺难受的 只有瓶区一走 太难受了 对 这部棋是 这招棋太难受了 就等于你前面化解了半天 然后中间没冲出去 没冲出去 没冲出去 棋你一次 棋你一次 你看你拿不拿 中间没冲出去 所以这棋下的有点亏了 是 可能看起来 如果说再往前追溯 还原的话 可能还是居四禁五 那要好一些 没有的时候我能杀 你就不会再走居八斤六 就没这个棋了 对 就没有这个棋了 现在居八斤六了 没有打通冰线的这个手段 可能会更 是 更 更工整一点吧 这个棋 就瓶匙以后 没办法 你吃不吃 你不吃 人家也出酱 这部棋是特别难受 你不吃也不行 如果你抬炮的话 人家打一僵 顺势全都解开了 对对对 剪在鞋上 只能吃掉 所以它打掉 那肯定也要打僵 对 这空头炮就形成了 对 不敢飞向 没办法 飞向一出降 绝杀了快 绝杀了 基本上要绝杀了 你这个飞向 不敢飞 飞这个这边的目的 要绝杀 是不是 那你只能飞这个向 那边一出降 又是绝杀 对 所以它只能泡平衫 走一个后中心 嗯 飞向 这部棋非常劳烈 非常劳烈 不给你任何可趁出击 这棋 你要着急出降 也不是不行 但是这个棋 有的时候翻不上了 是 人家打一僵之后 也有这种甩炮啊 这样的手段 有的时候翻不上了 现在红方虽然多一子 但是黑方的这个炮太厉害了 这些空心 现在基本上一砍二路拘绝杀了 马上要绝杀了 对 要一点二路拘绝杀 所以这个棋怎么办呢 回去先做 那出降行不行 出降不可能 这有炮 它那个炮都管作用了 都管 对 那 保住 等一下 直接上架了 直接上了 再不上这边一卡 真要绝杀了 对 这一步挺好 炮三平四 不平不行 吃个先手 这个过门技巧 对 非常好 要求又站立 站立到下 不就吃事 吃事中间一闷 这个棋就要 基本上 不是 这还要伤的 直接要着很多子力 那是没办法 这都是逼的走法 对 姜 回来 出 出姜 这样平四 平黄 没办法 底下 底四杀表 应该是带姜吃吧 没有 它是打了一姜 姜 下来 再姜 再上来 好像是再姜 再下去 又把姜杀了 吃相是带的 吃相是杀棋 就是杀柿 底下这个 闷杀 这比较简单一点 这接近一 底线一将 回来还得手 因为刚才收到了 底线有一个闷杀 砍柿 这样 红方虽然多一子 就完全处于一个手势 这个棋得不长 这个棋已经 严格意义上说 已经失控了 失控了 对 后面应该是看 黑方总表演了 就是表演了 表演的事了 所以我们 在这个借这机会 看到这个 双鞠 就是什么 缺世怕双鞠 那么这个典型 就是这么一个 奇艳 这个奇艳 要想真拿下来 还真的有一定难度 你看 对对对 举起屏幕僵 只能成事 没办法 杀掉 出酱 不酱 接着吃 就是不给你 泪上打僵 对居的机会 对 僵了一下 进来 进降 对军了 没飞向了 将军 他要是对军的话 他飞 他应该先飞一下向 去向平安吃 回来接着手 这样手 这个团团手 这样手 手得住 这是无论可守不住的 对 这样 泡开了他 这部器非常强 非常强 非常强 这泡不敢打 打了吃了 这边一屎 绝杀 不吃泡 对 直接甩绝杀 这其实还是无奈 还得再藏 还得再跑开 然后也是 也是 那么下一步是 成这个绝杀 不是直接杀 直接一将死 对 直接杀 他只能再把鞠抬起来 只能是这样 他再沉 又要杀 还是要杀 鞠四平二 只能还是 走这个 对 得对 对 炮鞠八平六 那是杀 又是杀 你看这七走 再立这个杀 这样又是杀 对 走得真好 好四平二 前鞠近一 上架 然后退这个 这个临门一角 踢得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精彩 就是双鞠加炮 对 双鞠炮 盘环作杀 非常的精彩 那这盘棋呢 最终也是 这个黑胜 霍县勇 为这个山西 立下了汉马功劳 对 高手 不错 没错 我们一会儿再看 另外一篇 这盘棋呢 带给各位棋友的 是山西六建旅良队的 程敬超 也是他们的外援 一名香气大师 也是我们的 陆林好手 对 号称农民棋王 对 应该拿过几届农运会的冠军 太多了 那么他对阵的对手呢 是成都棋院代表队的这个 曾军 曾军 曾军可是也有点小名 鼎鼎大名啊 也是在成都这个西南一带 也是不错的 也是业余好手 对 应该也曾经参加过这个 全国 首届之云会 这个四川拿冠军嘛 他是主力 代表业余 业余混合团体 对 混合团体 那这盘棋 程敬超 直洪就先走 他的香气大师呢 也是在去年刚刚晋升的 对 其风比较彪悍 对 满八进七 这个 这盘棋下沉了中炮 对屏风马 极尽 就屏风马两头蛇 极尽中兵的就一路变化 对 足七进一 就二进六 过河车 先走兵五进一 这个牛头鬼的感觉 老七时候的那种 比较锋芒毕露 上来我就描头之冲 对 足 两头蛇 对 有两头蛇 不是 这个比较稳正 对 没什么问题 我记得这盘棋 曾经在前年的向甲联赛 程敬超也用这个开局 赢了谁 山东队 我们山东队的 张军长当时带着 张志宏 对 也是一模一样 赢了还挺漂亮 赢了吗 赢了 那这个 故技重演 但那盘棋 这个反复率挺高的 这盘棋下到这儿是 他先打了一下 退 就这个 跳马 他没有 没有飞向 这个时候下了一个 马七进六的变化 这也挺爽劲的 这时候好像少走一步棋 应该是红方已经跳马了 马八进七 他十四进五 马七进五 他胖二进一打 对 G二推二 这时候下了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对 这个马七进六 红方能不能这样 可以考虑顶 顶呢 对 顶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 顶的话 没有出现什么结果 这个G二平四也是有的 可能马六进四跳进来 跳进来 跳进来 再回来呢 对 也是可以的 没问题 实战当中没有走这样 没下 没下 因为你回来 你这个棋是这样一包 他虽然说 把这马头顶回去了 但是你这个部署 也过于重复 他也不是说 这个炮你就能牵死人家 是吧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我认为程建超这边吧 他还是考虑立体攻是比较前 他是希望能够在中央上进攻 所以他不会把你的马逼进来跟你换 对 所以说他选择的 他选择的极尽 极尽中逼 对不起 看似挺凶 对 好像也给黑方一点机会 那黑方怎么办呢 吃掉 他这个时候只能换掉了吧 他先冲了一下 他先把这个被子 这个解套 对 这个也是一个这样的手段 就是 你这个局部 对 这个气这一个子 不能捉 那可不可以捉呢 捉就换了吗 换了吃掉 对 还是考虑 你捉 它可能回马灯你都有吧 灯要是可以这样捉了 那冲下来呢 冲下来 不会不会冲下来 那边吃俩呢 灯 一吃我就灯掉 我要是吃掉是什么 灯掉 灯掉 灯掉可能 对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棋啊 也是有点混战 对 但这个棋 红方是不是能容易把握呢 也不好说 不好说 这个东西也不好说 这可能是另一盘棋了 对 就是 另外一路下方了 对 那我们看看 吃掉 吃掉以后 要马掉了 这样就顺势马掉以后呢 形成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呢 红方虽然多一兵 但黑方把这个套一件 黑方直接泡泡平五了 泡泡平五还是挺舒服的 对 你不看鼓舞 这个棋中间很厚 对 随便一交换 可能这个棋 马上就推向一个 很稳健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对 貌似黑方好像是 有点反心之势的一样 对 黑方起码不差 对 捕一个 捕一个 那要拱掉 拱掉 马五金四 这个棋 红方说实在的 在这儿绕来绕去的 没占到什么便宜 是 对吧 反正黑方 这半天也没什么便宜 多了一个 对 多了一个黑足 黑方还下得挺得意的 是 这棋 一进马 马五金四 但是 但是妙就妙在 这个棋后面 就看起来很平稳 而且黑方也反仙的样子了 突然下出来了 一点小变化 所以黑方走了一个 巨八金四 对 直接撞马 感觉他想让这个马 马掉我换掉以后 阵型太工整了 我还大一种足 运动也好 对 是这样感觉 对 但是实战 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小手段 就一个泡瓶三的一个小手段 就是你吃马之后 我有个巨三瓶四的闪击 就是先进后取 还把你这巨给吃来了 对 巧吃 这说明这个农民骑马 还是有一定的功力的 像七进九 没办法 能不能称式呢 不像七进九 称式可能也是个下法吧 称式也是个下法 稍微差一点点 像七进九 这个马没有别处跑 对 马四进五 只有吃掉 对 吃掉 下三进五 飞掉 跑八瓶五又一打 这个子力腾挪得非常漂亮 这时候呢 下了一个跑二瓶五 打掉 能不能马 推马刚才 推马 他觉得太 太忍让 对 忍让太深了 平均一吃什么的 对 所以他换掉 想简化 这个也没问题 关键他的问题 后面这道旗没下队 嗯 跑三平五的时候 这道旗没下队 这看起来 就是打双 你就是 没办法解脱了 如果你走 居八退一 他可能 居九平八 这一切 你要丢子 对 但是他这个时候 有个妙手 可以有个像五进七 怎么走 哦 像 看起来 对 不要了 你打掉 我退居吃死你 就先进后取 吃掉 先进后取 对 这样你还有个中族 即便红方吃了一个试 然后炮打一个试 这方 这个旗 毕竟你其他的兵都没过 还都是对头兵 对对对 纠缠的机会还非常大 应该问题不大 对对对 就是 这个地方是 黑方错失了一个 很好的 一个机会 他走了一个这个 马五进七 那么局面就确实是 就是 不一样了 缺相 怕炮啊 是吧 你这个炮一发出去 呼吸 手段就多了 成不了气了 你看这下 去九平八 强 强 他觉着可能是这个 也能 看错了 是不是 感觉 也是把炮 抖死了 其实这把相语打 你这不还吊着呢 关键是你 换了之后 变成这个 双居兵 对你双居双室 这个棋是守不合的 守不合啊 关键你这个兵都没头 吃掉 这一相互都吃掉 吃掉这个 他吃这个 他吃马 对 这个兵一定要保住 应该要平局保住 他居酒平五 然后他举发近七 你的掉得很 很到位 非常到位 这个位置真好 一冲 举一进一冲 举发近七 背后有勾住 再勾住 这个兵 哎呀 那说明这个兵啊 不该冲 对 他应该先守 你该先守住 先守他要担心 你勾这个 你勾那个稍微差一点 他还是有点难受 他还有点机会冲这个 他还是有点难受 对 这个棋冲这个 背后一勾 反正这个兵更快嘛 对 你丢边兵 还叫这个兵的问题 对 他现在 去八瓶棋这么一勾 只能成事了 没有 又冲了 他肯定着急想 把你相死 看看能不能换掉 对 那这个棋呢 从这个结构和理论上来讲 只要人家吃一个通路兵出来 这棋就不太容易守合了 不好容易 只不过现在在打扫战场 对 就是 我把这些该处理的对头兵处理掉 这棋就差不多了 这也不好 对 对 他湿流镜我补起来 好 先冲 先冲了中兵 聚相瓶棋一吃 这样来吃 对 这底下要换 要吃室 只能称室 他是冰箱进一冲 马上把这个不能让你相掉 再冲 马上 又冲 先有一个屋头过去 对 这两个铁兵了 他具五金寺 再调一下这个 对 但是就没办法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时间问题了 就像刚才说的 对 它调整到位 它就是时间问题了 你看你再搜这些 这里面有些细节了 它主要是底线 有一个 这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对 其实呢 这个棋呢 真不怕 你看这个棋 假如说黑方 直接走这个的话呢 看死下棋 将军 吃 先不能称室 先不称室 先也不奸 先飞巷 让你吃不吃 吃掉 你要是吃掉的话 那我这样再将军 你落室 我一吃 你非吃不可 吃了以后还得对 对完了之后 抵士死了 抵士死了 这四个兵太厉害 对 这个蒜子这样很好 后面实际上你不吃 也没机会了 对 它后面也不会 给你机会再吃了 对 嗯 对 直接吃冰 足六斤一冲了 冲了 那那再补起来 就补起来 对相当于我 巨五瓶四 在守这个泪式 下午再下 巨九瓶五一战 这是次去看 对 你非得出架 对 掉了你动不了 对 然后巨五瓶七 这张棋 我觉得下的也很干净利落 就是逼你底线 必须跟我对冲 对 你不对冲 我就杀棋 对了冲 我冲双兵 你打一个高位将上来 还三个兵 三个兵 这个兵还没处理掉 对 就其实等于是 在这个中局的时候 展示了一个小腾挪的战术手段 一个小小的闪失 没错 一个腾挪 一个翻身杖 就出来了 对 曾经等于这个地方下的 就是进马 还是飞向的时候 处理不当 然后就后面一下子 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总的来说 还是盯了 这个算是 你看陈信超 他还属于这个专业选手 没错 下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今天也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也跟观众朋友再见了 欢迎继续关注 我们的全国相机甲级联赛 谢谢大家 再见